凯米台风来势汹汹 苗栗县长中东景坐证灾害应变中心 要求各单位来做好准备的工作 除了边坡及时监测土石流外 加强道路安全的防护及危险桥梁的监测 也要预先做好警告和抢修的准备 随时注意最新台风的动态验证一旦 因应凯米台风来袭 苗栗县灾害应变中心一级开设 苗栗县长中东景担任指挥官亲自坐证 要求县府各局处及协情协力单位 做好准备验证以待 这个时候他们各自所思 应该谁负责什么工作 大家对工作内容也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那当然关我们这些单位 我们官方做好准备 我觉得是不够的 我们的乡亲还是要做好 这个防灾的准备 像这个易掉落的看板 你的家里如果有放在外面的盆栽 比较容易倾倒的 我觉得也要更注意 针对县内土石流前市溪流水位持续监控 水域工地机具已先行撤离 农田水利署苗栗管理处 也彻底检视辖内水闸门 确保电动水闸门的功能 另外道路中断 路数挡道 还有危险桥梁监测 县府都做好准备 对于18厢镇公所 目前我们也是针对要求它的开口企业车厂商 能够同时的完成进驻 那以被包括像这种风力太大造成的一个路数的倒塌 以及小落石的一个状况排除 我们也针对我们的一些危险桥梁 包括百步凡大桥 我们也把它列为监管的一个桥梁 那也就是换句话说 当水位到达一定的高度的时候 我们会把百步凡大桥进行做封闭的一个动作 相关单位将密切观察降雨量 必要时实施预防性撤离 县府已建置233处收容处所 并备妥各项民生物资 在台风来袭期间 呼吁民众紧闭门窗减少外出 在家做好防台工作 严防意外发生 县府将随时更新台风资讯 做好灾害防救工作 保障县民生命财产安全 优优独播剧场——YK